第一个你可以从滤镜里面去做 其实刚刚可能因为我没有点到涂层还怎么样 OK好那这边的话滤镜里面 记得把它找到模糊里面的那个高丝模糊 高丝模糊部分的话 次于模糊的程度该是多少 你们大概自己可以从那个强度里面可以看到结果 那应该要多少 我想这个你就比较一下那个完成的那一张 那个参考的那个结果档 我大概试一下大概差不多四点多吧 差不多大概四点七四点八差不多按确定 它就模糊了 那你可以跟那个完成的模糊的状 模糊的情况比一下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过你会发现 跟完成的这一张图里面比起来 它背后是灰灰的 所以为什么会灰灰 因为它的色彩的那个饱和度不够 所以呢如何把那个色彩的饱和度给降低 第一个我们刚刚是把背景模糊了 所以利用那个模糊里面的高丝模糊 这个OK 第二个话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一个 它的色彩的饱和度降低的话 那应该从哪边呢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影像 影像里面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调整 调整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 色相跟饱和度 这个功能 那因为我要调整是饱和度啦 所以在 影像的调整里面有一个饱和度 那其实基本上 主要是调整哪一个呢 调整色彩的饱和度 所以呢我把这个色彩的饱和度 把它降低 那降低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调整这一个啦 调整多少 你可以大概预览一下 我记得差不多 大概 负60%左右差不多吧 那你可以再跟那个完成的 这张图比较一下 两个 反正这两个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说 有一些细节啦 当然你要做到100% 恐怕要花很多时间 那尽量就是 另外将来如果说 你要做出什么效果啦 自己可能要多去了解 除了饱和度之外 还有另外还有摄像 还有那个明亮度 这些都可以调整 那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主要是饱和度 所以两个动作 一个是 模糊的高式模糊 大概是负乎大概4.7左右吧 跟着讲是4.7 这个地方饱和度是负60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背景就做出类似的 至于细节 恐怕接近就可以了 那至于就是说 有一些细节 假如说你 少少看了 看什么其他 如果题目里面没提到 你就不用去做了 那OK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图 再把它 把那个water跟涂层 再加进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的背景部分了 那背景完了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water 那这个就是water的涂层 它原来在后面 会看不到 所以记得呢 把它往上移动 另外呢 把这个眼睛 本来眼睛是闭起来的 把眼睛打开 好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有点流水的效果 流水的效果 如何做出来的呢 基本上它已经给我们 这一个 有点像水滴 一个很大 一个水滴 这个水滴呢 怎么样让它流下来 所以我需要一些功能 那当然最简单的功能 题目里面有提示 就是说 请各位找到 建成工具下面这边 有一个叫指尖工具 那指尖工具 其实你这样拉 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掉出来了 但是特别注意 你如果这样慢慢慢慢弄 恐怕弄很久 还做不到什么 刚刚这样的效果 有没有 这样子感觉好像 水流的太慢了 所以如果你心天希望 怎么样 让那个水流加快 很简单 第一个 先找到这个指尖工具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找到什么 上方会有一个工具列 就是这个工具列 它里面有这么多功能 那其实你最主要 最重要就是这个 13 那13就比较小 所以怎么办呢 请各位把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尺寸 还有强度等等 自己再调 主要是尺寸 把这个尺寸 稍微拉大一点 先用50好了 50我记得好像会比较快 50就这么大一个圈圈 那如果说你要往下 这样拉的话 如果你要看一下方向 类似像这样 它是先往往下 这边大概差不多角度 角度你大概记一下 再垂直 所以基本上就是 把它往这个方向推一下 有没有 推一下 快很多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往下 再推一下 再推一下 有没有 很快 但是它有一些 不规则状的 比如说呢 这边不是有一些 因为你50 一下来 整个就一条了 所以你要分叉 怎么分叉呢 其实很简单 你再把这个50 有没有 再缩小 大概缩小成 大概20 先20 对不对 然后再让它分叉 分叉有没有 然后呢 分叉的细度不够的话 你再把它改成10 慢慢慢慢再缩小 旁边这个分叉有没有 就可以越细越细了 可以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是大概示范一下 至于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只要接近就可以了 没有办法说 你可能要多试个几次 不过多试个几次 你大概就知道 原来Photoshop这个指尖的工具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 好 那这个部分应该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最后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背后这个东西 这个有点像背后 背后的一个 好像若有事无的 到底这什么东西呢 是导引还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要做出这个效果的话 题目是有规定 就是说要把它复制一个 在后面 所以图层一定是 在它的图层的后面 我看一下 这个 这边Photoshop 那这边的话是 复制图层一 将它缩小60 不透明度 65 好 那这边怎么做 第一个 先把原来的图层怎么样 按右键 复制一个图层 不就好了 对不对 前面有做过嘛 复制图层 那名称的话 就用原来的 这个图层一的拷贝 按确定 但是呢 它的图层出现了 那我接下来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动到后面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拷贝之后的图层 它会是在图层一的上方 所以你把它往下移动 放到后面 这就做出来了 那如何把它缩小 Ctrl T还记得吧 Ctrl T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 Ctrl T其实就是编辑里面 这个任意变形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锁先锁起来 调整为60% 60就好了 然后放在 应该放哪个位置呢 往下移一下 大概应该是 在这个位置吧 所以你稍微移一下 再确定一下 再上去一点点吧 反正就是Ctrl T 刚刚忘了按下那个打勾 所以它没有 然后位置稍微移一下 移到差不多的位置 再往上一点点 打勾一下 再确认 然后移过来 那位置差一点点 没关系 最后差一点点 我建议用那个键盘 键盘会比较接近 还可以再过来 上下一下 有没有 再过来一点 调整到几乎一模一样 反正越接近越好了 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我就大概跌我到这里 所以你用移动工具 先移动一个大概位置 然后再 怎么样 再用键盘上下左右移动一下 最后的不透明度 把它改为65 如何把这个不透明度改为65 注意一下 这边有个不透明度 有没有 预设是100% 那100%是完全看到 如果你把它调整百分之多少 0的话是完全看不到 那它要我们调整到65%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把这个数字 调整到65% 这样就会有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更小一些些 那你就是再把它再透明一些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透过什么 不透明度 去做一个调整 移动之后 再去做不透明度调整 最后再跟完成的档案 稍微比对一下 如果越接近 当然越好 这个好像位置 还是可以再调整一下 最后另存新档 存成106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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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